超会传 强国丐帮入侵高雄骑山 半月捞育十万 有强国人异想天开偷渡去杜拜骑讨 台湾也有三名强国人持观光签证入境 但已欲拘留期限 却仍在台湾街头行起 身形娇小的女子站在街头拿着麦克风 唱着邓丽君的歌曲 一分钟内就有两名游客逃出前来 28岁有诸如正的邓姓女子 和32岁左腿之残的梁姓男子 坦承这两三周已收到约十万元 且变称他们是来台观光 是缺旅费才会刑起 但警方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行李 因是有不法集团在幕后操控 以专车接送他们到观光景点 乞讨赚钱 年节将近 拐骗花招进出 虽然发挥善心助人是好事 但小心 同情心也会被有心人所利用 苹果日报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见